整個頂張開花是圓的 整個肚子都圓的 我就是圓的 怎麼樣 其實他 你不要嚐 這個不會剪進去 剪不剪是由我 為什麼你不喜歡就剪到剪 我不喜歡就要剪 因為我是我在剪 是你在剪 有本事你就開外掛 就像我你剪頭髮 你搞出 喜歡我們 記得現在幫我們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喔 哈囉 新年總是過得特別快對不對 開心的日子 假期秀一下就過去了 好像也不太能到處去玩 好 不過就算你躺在家 你應該也是躺得很夠了啦 躺是不是 躺了五天了吧 大家應該都放了五天的假了 你看我都躺了五天 然後在這邊 對啊 所以我們等一下 我們就是不是要來看一下 欸 上一集未完戴序的頭 他這次到底會變成什麼樣呢 有沒有覺得很好奇 我只能在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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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上面 你確定還不是禿頭 嗯 可能以後會有一點 蛤 對啊 而且我沒有衝下巴 我拿來衝下巴 你可以頭低一點嗎 很醜 壓下巴懂不懂 可是我這樣衝下巴擠得更出來啊 蛤 但你往上你只會就臉很圓啊 其實反正也沒有差 臉圓就臉圓了 我們就盡可能的 讓這個髮型臉不要太圓好了 我們來吹乾一下 看一下他這個髮型到底會變怎麼樣 我覺得我有很好的預感 你不要把我弄很醜 蛤 你沒有把我弄很醜 你想要很醜 怎麼會提出這麼特別的 我想說你要惡整我啊 請全摸 你剛剛不是叫我不要太短 我惡整你的方式是 把頭髮 弄掉 你可以接受嗎 告訴公路嗎 你要這麼犧牲我也可以啊 要嗎 那我這樣也不用染頭髮了耶 蛤 我好像也不用染頭髮了耶 對啊 要這麼犧牲 你覺得 那 用嗎 要用嗎 哈哈哈哈 嗚嗚嗚嗚 好像有點冷耶 這天氣 過你 你不是一直羞我惡整你嗎 嚕啊 不嚕怎麼會有趣 不嚕怎麼會惡整 所以我等一下要告訴公路 那不然你就不要自己叫 他本身其實是有一點點自然卷的 有些男生如果你下巴是 有點偏渾厚的話 其實可以嘗試看看燙卷 如果你剛好是直髮 其實頭髮有捲度啊 他會讓頭髮的層次看起來比較豐富 然後不會很呆白 因為其實直髮你怎麼剪 你層次怎麼改變 你的髮型可能就一直長這樣 這其實是很多男生的盲點 就覺得啊為什麼每次剪頭髮都這樣子 但是換一個髮型很簡單 就是燙個頭髮 你看脆乾之後 他有工度了 捲度有了 你們覺得頭有沒有小一點點 我偷看一下 壓下巴 壓下巴 好像有帥一點吧 髮型其實真的還是很重要的 然後頂部太小的地方 我們有把髮量給做厚 讓他可以膨得起來 一樣如果你是直髮頭髮有細的人 請頂部的地方 捲度可以稍微縮出來 自己在家吹乾就可以有髒的效果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白頭髮很多 講真的 男生我覺得白髮還是遮一下 你白髮染完之後 你其實看起來會很有精神 不會覺得好像看起來很累 可是現在其實大部分的現代男性 還是很辛苦的齁 工作壓力其實都很大 那如果你又讓白頭髮就是 生的到處都是 你就會很容易感覺到 好像命很苦 好像很操勞的樣子 所以 我以為藍灰色 藍灰色 不行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都有心情 滿於藍灰色 男生在選擇顏色的方面 可能跟女生有點不太一樣 如果你的工作 你的上司 他很不喜歡男生 有染頭髮的話 但是你有一堆白髮怎麼辦 那就是我們可能會選擇 深中色藍黑色 不是一般的黑色 是藍黑色 藍黑色的染完 就會讓你看起來 比較年輕 比較亮 不會很死黑 像一些年紀比較長的 他們在染白髮 其實都是很死黑的 你會看到他的髮質好像很乾 褪色還會變紅色 但其實如果你用藍黑色下去染 他就不會有 我們剛才講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髮質的問題 然後還有 褪色會變紅的問題 因為褪色也變紅 就會看起來很老 記得一定要用藍黑色 我覺得那很恐怖 尤其是開架式的 對 開架式的染性 你沒有辦法選擇 他是什麼黑 他通常就是寫黑色 對不對 好 記得喔 染黑髮 只要你是年輕人 我們就選擇藍黑色 待會我也要幫他 用藍黑色下去做他的黑髮 然後不適合那麼深色頭髮的男生 就建議可以選擇深中色 可可色就是木質調的色系 但如果你服務的公司 你的老闆中文 可能不是很介意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以嘗試 你可以選擇的 顏色跟風格 可能就已經很廣 對不對 以後有機會 可以再好好的聊一下 然後今天我們要幫他選擇 是藍黑色 等一下藍彎可以看一下 藍彎藍黑色之後 你有白髮的地方 頭髮感覺會變多 可是我想要像GD耶 你想要像GD嗎 嗯 可以啊 我們下一集就把他變GD 我決定怎麼要把我變成CD 不好笑 CD哪裡好笑 十足啊 是CD啊 好啦有一點好笑 我們準備要染頭髮了 然後染頭髮前 我們要先做頭皮隔離 我們的頭皮隔離就有三種 為什麼要做頭皮隔離 主要是因為頭皮隔離 他的成分可以錄割 染膏裡面的一些 比較不會讓你敏感的成分 比較不會讓你不舒服的感覺 我們的藍黑色染膏 已經調配完成了 現在藍黑色一定要請設定師幫你做調配 通常廠商給的顏色都是除皮色 一定要稍作調配 光澤度才會出得來 這個味道實在是太舒服了 你是會睡著的嗎 是啊 而且我也好久沒有染頭髮 上一次你染的頭髮 去年的十月吧 為什麼喝了這個 沒時間 好我們已經染得差不多了 待會兒只要停放 等一下時間 等一下就會有一頭 無理量你的秀 對了 我們染的這種藍黑色 跟你原本自己的黑吧 顏色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 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 其實本身的頭髮 並沒有那麼 他們有點咖啡咖啡的 但其實你在透過軟機 去把顏色上得更飽和一點 髮質真的看起來很好 看起來營養很好 我已經看起來營養更好了啊 好啦我們只要等待時間就可以了 好啦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 頭髮也已經都完全過測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沖完水 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走吧沖水啦 我們現在已經沖完水了 比較不會抹髮蠟的人啊 建議可以濕頭髮的時候 先抹髮蠟再吹乾 這樣子其實吹乾之後 髮型就會自然的呈現出來 而且因為有水分乳化的效果 所以你抹的髮蠟就不會變得那麼油 那麼黏 男生通常都是因為髮蠟很油很黏 所以不想抓 好我們來吹乾吧 髮蠟抹均勻就可以了齁 好啦上完髮蠟之後 吹乾我們剛剛剪的層次 就已經都出來了 我真的覺得他剪完頭髮下巴 看起來有變減 是吧 好像倒閉了一點 然後頭髮其實染過之後啊 真的會看起來年輕很多 比較不會好像很勞累的感覺 好像一點加班跟一點加十二小時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重點喔 前面兩側的瀏海 記得他是往內的 額頭太高的男生啊 其實他不一定要把整個額頭都露出來 前面可以有一點點 因為男生不一定要剪一個像我一樣的妹妹頭 可能很多男生他也不是很願意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點點鬥一點瀏海 讓額頭的地方不會那麼空 不會那麼光 那前面有一點點瀏海做修飾的話 會覺得臉型的比例比較好 他整個額頭就是左右都還蠻寬的 認真說起來是一個很漂亮沒有服氣的額頭啦 對啊 可是我們是希望他的臉可以簡一點 如果你自己本身是額頭比較高的 可以做一點點瀏海做修飾 然後後腦勺的這個部分 亞洲人很多人的頭型都很扁 所以後腦勺的膨度還是要做出來 側邊的層次我們不要做那麼平 他是有厚度的 但是不能虛 側邊就會很俐落很好看 來兩邊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記得如果你是指法 想要做這樣的造型 記得嘗試看看 稍微燙一個尾捲 然後你再去做造型 你會發現燙過的頭髮比沒有燙過 來得好看而且好整理 就是男生不用擔心燙頭髮這件事情 他其實可以讓你的回家的整理方式 變得更輕鬆而且有趣 然後變化也會比較多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藍黑色其實在光底下 不管你是日光啊 或者是工作辦公室的那個日光燈 或者是一般的太陽光 其實顏色的效果都很好 這種藍黑色褪色之後 他不會泛紅也不會黃黃的 可以維持的時間很長 講完之後其實整體的氣色看起來都變好了 尤其是如果你是有黑眼圈的人 讓你頭髮的顏色飽和很重要 好今天的重點大概就是在這邊了 要結束囉 差不多啦 我不好意思我睡著了 今天就要結束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然後2021 明年見 今年見 對 祝大家事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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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囉 祝大家新年快樂 拜拜 拜拜 記得訂閱我們 做騙子很累 做騙子很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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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primeira 等